好,我們現在開始上的內容叫做氧化還原 我們要先講的是金屬活性 就是如何判斷金屬活性 這是我們下個禮拜要做的實驗 就是燃燒鎂代新粉跟銅粉 這個實驗結果有一些我們已經教過了 比如說鎂代我們教過了 鎂代燃燒會產生白色的強光 然後會生成氧化鎂融與水形成氫氧化鎂是鹼性 這個是我們以前學過課本在這裡又再教一遍的 叫做金屬氧化鎂融與水層鹼性 然後記住就要按成鹼性 所以鎂代很容易就燒起來了 有白色的強光 然後再來去燒鎮粉 鎮不太容易燒 尤其是鎮有一個特質 我們教過了 鎮會形成致密 氧化成隔節外面的氧氣 裡面就不再被氧化 所以課本要我們做實驗的時候 要拿去蒸 把那個表面剝開 讓它能夠繼續的燃燒 它是金屬 所以氧化鎂融與水也成鹼性 最後一個是銅片 銅片不會燒 燒不起來 它只會生成黑色的氧化銅 然後以前跟你講過的 氧化銅、氧化鐵丟在水中 好來 測試之後什麼性? 中性 為什麼中性? 不溶於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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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是我們前面有講過的 氧化銅不溶於水 那麼就發現做完實驗之後發現 鎮帶最容易燒 銅燒不起來 有史就可以判斷活性大小 鎮帶心帶一同 對氧的活性 鎮帶最大 然後是新然後同 這就是我們這裡要學習的一個重點 叫做給我實驗結果 判斷活性大小 告訴我實驗結果 請你判斷誰活性大 誰活性小 鎮帶心帶一同 這叫做對氧的活性是這樣子 基本上如果活性如果越大 就越容易燃燒 好越容易燃燒 就是會燒起來會作用掉 所以鎮帶甲對氧活性大 很容易就反應 所以以前告訴過你 它要儲存在哪裡? 石油中或者是礦物油中 礦物油中 然後如果我是對氧活性小 我就不太會作用 因為會保持元素狀態 所以黃金白銀 在自然界中可以用元素的形態存在 純金純銀 它不太會作用 所以不會變質 我們剛才講的所謂的 容易燃燒 什麼叫燃燒 國中階段 大部分講的都是 劇烈的氧化作用 後面會提什麼叫氧化作用 就是跟氧作用 氧化作用 有光跟熱 廣義的說法是 劇烈的化學變化 有光跟熱 我們以前好像提過一次 就是 鎂帶可以在二氧化碳裡面燃燒 燃燃燃燒 可以叫做劇烈的化學變化 然後以後會叫什麼 納可以在氯裡面燃燒 劇烈的化學變化 但是我們大部分都講的是 劇烈的氧化作用 這件事是我們教過的事情 我們曾經告訴過裡面 有兩個玩意兒 會生成致密氧化層 會保護內部 不再受到氧化 請問你 誰 帥哥 23 23 誰 會生成致密氧化層 信號是誰 5 4 3 2 1 有人要報答你不聽 請坐 今天跟女會生成致密氧化層 保護內部不再受氧化 所以鋁魚很容易氧化 可是有一個致密氧化層 保護內部 所以我現在可以做鋁門窗 不會完全嗅光嗅透 因為它內部就不會再生鏽了 所以叫做 以前教過的 你要知道要背的事情 叫做對氧的活性 F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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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那個參考書上面 都會告訴你口訣 幫助你背假喜歡那個美女啊 可是他心跟鐵一樣啊 給他黃金白銀啊什麼之類的啊 假蓋他有沒有 你看心鐵、錫鮮金、銅斗銀柏金 你就給我背好 每個老師給的不一定一樣多 我給的普通多 課本給的比較少 你最起碼要記課本的 或者你記後面那五個銅斗銀柏金 為什麼 來 這叫做對氧活性 對不同東西的活性 是可能會不一樣的 那我們國宗教的是對氧活性 然後下一個是因為舊課本是先教 現在換到後面教所以你還沒有學 所以我們未來會教你 活性大的金屬加上西酸 會產生 氫氣 你要背好活性大的金屬加西酸 會有氫氣 那什麼叫做活性大 比氫大 比氫大要活性大 所以剛剛那樣說 你背後五個嘛 銅斗銀柏金 他們叫做活性小的金屬 他們加西酸會不會有氫氣 不會 他們加西酸不會有氫氣 所以你可以記得後面五個 請你把所謂的對氧活性的次序背下來 因為這後面有用 後面有個要學 叫做知道活性大小 判斷化學反應 前面是知道化學反應判斷活性大小 第二叫做知道活性大小判斷化學反應 所以你要知道它的次序 所以請把它背起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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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